Hello 大家好 昨晚凌晨發生屯門公路車禍 一輛本田的私家車 不知道為何在一輛周圍都沒有車的情況下 一輛高速公路斷了幾折 最後車上的兩男一女全部都不治 三個人死亡 我們馬上看看車鏡片吧 大家可以看到在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的路 大家可以看到影片是由對行線的司機拍下來的 當時你見到失事的車 當時應該是深夜 半夜凌晨 你看到整條路都是沒有車的 在這個情況下 都可以這樣撞到路 第一 速度非常高 看網上有些留言都說 其實這個車速 起碼都有140的時速公里以上 所以不知如何線胎撞到石坡 然後再反車反了出去 還有不知道後面那兩位乘客 有沒有藍這個安全帶 不過說真的 在這樣的衝擊力之下 我沒有試過奶車 我不知道 在這樣的衝擊力之下 你覺得就算是藍了安全帶 你個人會不會飛出去呢 而且就算你不飛出去 你夾了一輛車 其實你是不是沒事呢 因為那個司機位那個其實就沒有飛出去 但是救護人員去到的時候 發現他已經是夾在一個變形的車裡面 即是一個座位 救出來的時候也是證實死亡的 所以就奉勸大家 不過其實你不能奉勸 說真的 香港的路這麼短 難得有一條路比較長一點的高速公路 就隔開行人 結果就糟糕了 所以也是奉勸大家 駕車要小心一點 即是你要玩賽車遊戲 即是你要享受這個極速 你留回去玩賽車遊戲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男乘客 即是當時救護人員來到的時候 發現除了一些殘骸之外 地上也有很多食物在這裡 包括一些所謂的營多麵 和泰國的杯麵 原來為什麼呢 就是後面座位的其中一個死者男乘客 好像是23歲或26歲 即是20多歲 原來經過調查之後 他父親患了大腸癌 那這位男乘客 剛剛應該去完泰國旅行 回來就拿些手信 拿些手信 那些是泰國的手信 那當然也是孝子的那些 通常這些意外死的 不是一家之處就是孝子 那我就很奇怪 因為那篇文章就寫 即是這個 老爸的大腸癌 那他的手信 就不知道是拿給老爸吃 還是拿給其他親朋好友 然後又說他沒什麼錢 做一些散工 炒散 那樣 人家也有錢去泰國旅行 我看完真的很懶惰 我真的沒有錢去旅行 那就是這樣 那也是奉勸大家 這些真的沒得說 你坐朋友車也好 如果車太快 你叫開慢一點 否則我下車就有選擇 否則真的不要說 因為怕不給面子 否則你的命就是一輩子 好的 第二單新聞就是什麼 其實每年考DSE 或者以前考會考都一樣 人類通常要犯錯 犯重複的錯誤 一提 就會有些考生 就會將自己的準考證 放上網 放上IG 一提 就會將市題 不過市題這件事很少 通常都是準考證 但是昨天發生什麼事 昨天在大陸的小紅書 有人將香港2024年的DSE 數學的一些試卷和答題 放上小紅書 當然很多人都看完之後 表示要求香港有關方便 撤查 最後經過警方的調查 將本港一名23歲姓劉的女子 被拘捕 涉嫌違反這個考評局的條例 其實都是香港人 根據新聞發布 只不過他以為放在大陸的社交平台 就沒事了 就太天真了 我只能夠說 真的很蠢 其實應該就懷疑 當然 你看看年齡23歲 他應該未必是一個考生 可能是一些考評局聘用的相關的工作人員 所以他就可以得到一個試題 甚至乎他本身是一個教師 或者一個老師之類 總之都應該是相關的工作人員 他才有機會得到這些機密文件 還有這些內部的東西 最後就被拘捕了 這個是違反這個條例 是可以拘捕的 所以奉勸大家 雖然你也很少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作為考生 千萬不要把準考證那些 就放上網 即是你不要以為那是你的個人資料 根據這個考試條例 你一放上網 他就可以取消你的考試資格 即是你可以準備或重複一年都可以 大家記得留意這件事 然後最後一單 就跟大家說一些特別好笑的事情 其中網上有一篇文章 就說有個男的網友 去到一間茶餐廳吃東西 他就點了一個下午茶 是咖哩牛腩湯 公仔麵 咖哩牛腩麵 即是公仔麵 我看看價錢 是$41 只能夠說今時今 香港的東西真的很貴 但$41其實可以當作正餐 加上 當然這些公仔麵的東西 你當然要說這麼貴 如果你在維康省買一包麵 幾元雞 再加牛腩 當然沒那麼貴 但始終你出去吃 你都預料到這些價 然後這個網友 真的重點不是說$41很貴 是加多隻煎蛋 對 加多隻煎蛋 5元其實都合理 在街上吃 他幫你煎 但奇怪的是 $41的公仔麵 加5元的煎蛋 但為何總數得出來是$47 這條數我相信 就算是諾貝爾 那些什麼奧林伯克 那些奧數那些都算不上 確公佈答案前路 給3秒時間 大家想想 為何$41加5是$47 1 1 2 3 你一定想不到 原來這個藍網友很奇怪 他說1元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說真的 1元不是什麼大問題 只是奇怪 為何這條數是怎麼加出來的 因為它是唐食 不是外賣 說真的 就算你有其他附加費 你應該在單上寫清楚 對不對 他不介 可能你說什麼交叉交換 但是你沒有寫 原來他問回店員 店員就這樣解釋 他說 那隻煎蛋有加1服務費 很奇怪 加1服務費 你還是覺得很奇怪 這條數也算不上 你加1也是5.5元 那你也是46.5元 那為何47呢 然後他說4寫5入 然後4寫5入 其實他講完 5.5的4寫5入就是$6 然後41加6就是47 正確答案 是否想不到呢 其實4寫5入 其實4寫5入 其實4寫5入就是 這個的士老專用的 根本他不想抓毫子 你一個食肆 你4什麼寫5什麼入 那你不要加1 如果你加完1 就是毫子的話 根本你自己 抓續也不方便 你現在加什麼1 說真的 你瘋子 一隻蛋加1 你聽聞所謂 我真的強烈建議大家 如果知道這間是哪間餐廳 你開backlist 首先我們不要 加1這個文化 其實基本上是要取消的 說真的 但你不要經常笑 在香港的時候 其實你去過美國旅行 都知道他們是給提示 提示是更煩的 我剛才說 你加1 起碼都知道多少錢 提示這件事 就真的很難 很難麻煩 在美國那些 如果你沒有服務 那些 就算 你起碼都要放1美金 說真的 如果不是都黑口黑臉 說回食肆加1 其實我應該要取消 說真的 加什麼1 說真的 你服務人 即是糖食服務 是基本的 有什麼加1 其實 你加上茶餐廳 你加什麼1 說真的 其實這個制度 我強烈建議取消 因為我比較建議 明馬實價 不要搞那麼多 什麼加1 其實加1 其實加1是很昂貴的 你想想 你吃得越貴 你幫襯得越多 即是想幫襯得越多 其實你的費用是越貴 有什麼可能會這樣轉介給自己 其實 我幫襯50元要給5元 我真的是一大群人吃 即是吃1000元要給100元 即是整件事其實很反智 但這壇東西 這個煎蛋加1 我真的第一次聽 實不相瞞 問所未聞 這樣加1 加1 加完1 之後就要4寫5入 這個真是什麼答案 有沒有人猜到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來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